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在这里一起 共同来聆听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的话与你我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在过年前 我们可以在这里 共同透过你的话语 求主帮助 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之后 能够知道我们该这样行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要来 研读列王记下的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但我在这里并不要完全念完 我要从这个第四节开始 读到第十三节 于是那少年先知 往激烈的拉末去了 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作者就说 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 耶父说 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 回答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 耶父就起来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高油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我告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你主人 亚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 神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亚哈全家必都灭亡 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 我必从以色列中检除 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家 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 耶洗别必在耶诗列田里被狗所吃 无人葬埋 说完了 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耶父出来回到他主人的城仆那里 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 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 他们说这是假话 你具实地告诉我们 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 他说 耶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 铺在上层台阶 使耶护坐在旗上 他们吹脚说耶护坐王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一起听到的 或者是看到的这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有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就是以色列的军长 就是那时候的将军 那时候以利沙拆请了他的学生 一个学生 然后就去高摩耶护坐王 因此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这个经节当中 其实正在讲时候到 我们发现在这个高摩 上帝在高摩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并不是这个人多好 上帝差遣先知去高摩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只是时间到了 上帝用它 因此耶护是一个好王吗 其实不是 但是上帝透过先知以利沙 以利沙猜浅她的学生 偷偷摸摸 好像偷偷摸摸一样 去高摩了耶护 其实摩一面是在使用耶护 让耶护真的能够成为上帝手中的利润 意思是上帝有时候 上帝的惩罚是上帝的应许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 是的没有错 我们接下去会读到 列王记下的第九章之后 一系列的杀戮 而这些杀戮 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 会觉得怎么这么残忍呢 但是这正是上帝在使用耶护 这一个人 以及让他作王的原因 因为就成如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由于亚富亚哈这个王 在以色列当中作王圣九 并且他的影响甚大 但是他却带领以色列百姓 虽然他的国势强大 但是却带领以色列人 偏离了上帝的路 因此上帝要重重的惩罚他 透过耶护的手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刚刚好 当然耶护必然他身为一个将军 握有真正的实权 相信这个少年的先知 他偷偷摸摸的去 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就是他也害怕耶护的刀会临到他的身上 所以他高抹了之后 他马上离开 并且透过这样 让耶护做王 并且透过这样来上帝使用他 就真的一系列的杀戮就展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的确不喜欢这个惩罚 但是我们却需要知道 当我们不走在上帝的路里 上帝的惩罚的确会来临 而他会借着谁的手呢 我们不知道 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警醒 并且知道向他求讨赦免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更深的知道你的旨意 并且知道你正透过这个世界的变化 正在告诉我们一些些微的警示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敬畏你 知道你会带来的是怜悯 但是要紧的是 我们需要有向你求讨赦免的心 求主赐给我们 并且让我们知道向你求讨赦免 我们在这里向你仰望祷告 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